当初大胆是爱姚明,为何姚明无动于衷,拒绝了如此优秀的劳伦对于中国篮球来讲,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非就是姚明了,可以说姚明已经成为了中国篮球的标志性人物,而且姚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影响力,在篮球上是绝无仅有的。 当年姚明征战NBA的时候,也让世界真正的见识到了中国人的篮球,姚明也将中国的文化带入到了NBA,谦虚低调有底蕴,也有许多西方的美女,被姚明的魅力所折服。 劳伦杰克逊就是这样,劳伦杰克逊是一位篮球运动员,他甚至获得过世界最美篮球运动员的称号,拥有一头飘逸的黄金长发,由于长期训练的缘故,身材那更是好的没话说,不但长得好看,他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。 曾经是澳大利亚女篮的篮球主力队员,在争战WNBA的旅途当中,两次拿到MVP,两次拿到总冠军,当年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时候,劳伦杰克逊居然主动冲到了姚明面前,并且拥抱姚明。 当时趴在姚明耳边说了几句话,这件事情被曝光之后,造成了很大的轰动,当时许多人也觉得两个人如果能走到一起的话,也会非常好,不过姚明最终还是无动于衷,更钟情于叶利。 后来姚明也公开表示过,自己当时已经与叶利交往多年了,并且两个人也早已经互相习惯了彼此,所以姚明并没有对杰克逊所动情,只能说两个人没有缘分吧。 后来姚明业利,两人在结婚之后,面对了非常大的压力,毕竟并代表着中国篮球,许多事情需要解决,后来也是业利一直在后面,默默的支持,姚明才取得了如此的成功,可以说姚明的成功离不开业利的支持,不过也有许多人非常佩服劳伦杰克逊,他的这一行为,充分的证明了爱情是不分种族,不分国籍和肤色的。 他勇敢追求爱情的一幕,确实非常值得学习。